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癸害甲饮物成病成 这一个人他提问 他就说这个八字 他的说甲木 他是这个七煞没有治 然后财星 他的财星被合住了 他财星 淫害合住了 但为什么实际上这一个人的命非常的好 他非常有钱 他到底是看错了什么地方 在八字里面 时常会发生到这一种情况 八字会时常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完完全全不是那一回事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各位 这就是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些 所谓的格局 或者是一些名词 七煞没有字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八字 你假如用五行害来讲的话 直接从五行生克去下手的话 你会先发现到 他的一个天干 潔水生甲木生炳火 那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炳火 这个炳火 保护了这一个 日主 然后他地支 就是引害一核 成土两个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以他的一个八字来讲 他的本命 其实算漂亮 财运在这里 财生官生硬 财官运 他算是一个巨权的一个八字 而且是一个连续相生的一种情况 那来讲 假如没有这个炳火 甲木就会直接去克日主 所以其实你就会知道 他这个八字 全篇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甲木 那他的地支 各位你也知道 都是土 能不能走水 没办法走水 也就说 他只要出现财运财薪 他就要破财 他的八字就会破财 尘土克止水 尘土克害水 所以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的一个 重点 就是他最害怕的这一些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天干 你要如何让这一个 冰火消失 你会发现到 你用水 水生木来生火 没有用 你把他甲木 合走 丙火还是在 唯一一种方法就是用合的方式 他很怕被合 把他合走 那是不是癸水生甲木 就直接去克日主 所以这是第一个 地支 我们刚才有说过 他很怕水 因为他走水 他就会破财 所以各位 我们来看 这是他之前的大运 辛亥 丙心一合 癸水生甲木 克过去 地支又走害水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 他在上一柱大运的时候 其实 走得很累很累 而且很糟糕 然后再往前推 庚子 庚子的时候 地支走水 所以他连续两柱大破财 进入到这一个 前面不是庚子 是 我稍微看一下 我知道是子水 前面的话 他是 润子 润子 润子来讲的话 天干没有问题 他没有日主受克 他没有日主受克 只是破财而已 辛亥日主受克 兼破财 所以 他这两柱大运 其实不漂亮 他进入了这个庚序的时候 你看 甲木生丙火 克庚金 就这样子而已 甲木生丙火 克庚金 然后地支全部都土 没有破财 地支 从原来的富的破财 变成是零 这叫什么 变好了 然后天干的财运 他就会怎样 正式的运作 又没有日主受克 对不对 日主受克 又变成没有日主受克 所以 为什么 在这个运以后 他就这样子 一路就起来了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就是说 以一个八字来说 有很多东西 就会如同 这个提问者一样 这个提问者 他都觉得七撒要有智 谁跟你说七撒要有智 他有人在旁边 为什么不能用印 为什么不能用印 对不对 为什么财星被合了 他依然还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还有财星 对不对 还有财星 你不要跟我说他没有根 什么的 有的没有的 我们五行派不讲那个 对不对 他就是天干有财 地支无财 那我们要看哪里 就看天干就好了 地支管他的 地支等财出现 再说 所以 这个八字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各位 很典型的 他地支是没有财的 他就只看天干的财运 财星在跑的 所以 什么 这个本人他是 这个不是他本人 这个人 当时提问者 他是有学过八字的 可是你看 他还是看不出来 他还是看不出来 他是一脸 茫然的样子 一头雾水 我问各位 你假如透过一个简单的五行生克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 他的人生的大运 就是坐落在庚序 为什么 这一柱是他人生最低潮 这一柱就是他人生一个起飞点 是我们绝对可以判断的出来的 然后 他到底会飞到多少 看他的能力 要不要解 就看他能力 所以各位 最基本的一个运程 你要知道 在八字里面 他不是绝对的 有很多人的八字很好 可是他非常非常的普通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跟你我一样 是普通的 但是 有些人 为什么 同样的八字他就会很好 因为他能力比较高 而且他会掌握运势 他知道他的运势什么时候好 他拼了 有些人刚好同样八字 结果他也很有能力 但是他依然失败 为什么 他掌握到坏的运势 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学了八字以后 反而好坏运 最基本的好坏运分不出来 大家都在那边说 他的命有多好 怎样 反而就只局限于在他的 他的什么命 可是各位 命不代表一定会这样 了不了解 就很像我们常常讲的 你知子很好 对 知子很好 知子很好 可是考试出来 就是那一点分数 为什么 各位不是知子很好吗 他一定代表他的结果就一定很好 没有 平常不读书 对不对 就是抓错运的时候 就等于抓错运 得到的结果就是烂的 他假如 知子很好 平常又读书 他考试出来成绩就很好 这是什么 他有抓对运 他有抓对运 所以各位 你假如与其在那边讲说 你的命怎样 命怎样 其实他就是你的一个本质 只而已 就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 知子很好 不代表一定就很好 对不对 我的学生里面也有很多 知子很好的 我觉得都不错的 结果 有的搞得乱七八糟的 有的平平反反的 有的确实就很棒 对不对 为什么 每个人 的状况不一定 所以 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 不用去在意命 你的命是怎样 而是在于说 你自己的运是怎样 你现在的运是在好还是不好 你叫好的话 你该怎么做 你不好的时候 你又该怎么做 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不然的话 每次都在那边讲 我的命如何 我皇帝命又如何 皇帝命 你就是没有运 就 还不是一样 只是越做越死而已 对不对 也就说 先从了解你的一个八字的一个 起伏是怎样 起伏是怎样 再从这个起伏 我们再去 想 我们该怎么做 这样子 对于一个分析八字来讲 才对你有意义 而不是 在那边分析 我以后 以后 你看我的格局 以后我身家会上益的 好 身家会上益的 你拿本事来 你跟我说 你要如何上益 你不要跟我空口说白话 一个好八字就会上益吗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你都不用努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学八字 不要被八字所困 要不要紧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